嗨 各位小菜生今天过得还好吗 我是宝可梦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你在画面上面看到这个 你每个月应该要花多少钱来制装 也就是买衣服的意思 那到底要怎么买才划算 才不会把你的钱就是丢到水里面去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去知道的一件问题 不管你自己本身是男生女生 或者是爱买衣服还是不喜欢买衣服 其实你都会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就是跟大家聊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就是之前跟公司同事在聊天的时候 他有去上一些理财课 那他就有跟我分享一些 在课堂上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观念跟idea 我觉得把这个内容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实对大家其实在理财规划上面 或者是在省钱上面 其实会有蛮大的帮助啦 所以我才会就是决定要跟大家聊这个主题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往下看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个月该花多少钱 制装买衣服呢 怎么样买才划算 来往下看 今天的重点会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平常你都怎么买衣服的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 化零为整的消费数 这是今天的重点 那最后的话就是 别忘了要搭配断舍离的技巧 不要囤积啊 好来 第一个平常呢你都是怎么买衣服的 在我问你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觉得你也许可以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你是属于那一种就是 去百货公司或者是去那种衣服卖场去逛 然后逛到喜欢的就买的这种 随意购物型的人吗 还是说你是有计划性的 就是你真的觉得 你的衣服好像有什么地方是坏掉了 缺损了 然后才去添购新的 是有目的性的这样子去做消费 还是说只是单纯的把逛街购物当作是一种 乐趣 然后就是看到喜欢的就买这种比较随性的做法 那这两种其实最后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嘛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随性买的话 那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抓你这个衣服的预算 那你有时候一个月可能花一两千 有时候花七八千 像这种的话 其实是有可能会造成你财务上的漏洞 那如果你是属于计划性 比如说每个月 有大概提拨一笔预算 大概两千到三千来做制装的部分 那也许会比就这种随意花费还要好一点点 但是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个盲点 那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跟大家分析好了 就其实我像我之前在断舍离的 那个节目里面跟我姐姐在聊天 有讲到就是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 我其实是非常没有自信 那是因为可能长相啊身材啊不如人 所以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用衣服来就是撑起我自己 所以我就会花很多钱 包括我自己打工的钱 都在这个买衣服上面 然后希望每一次出去社团 或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我都能够穿不一样的衣服来彰显自己 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我的记性非常好 还会去记说 我跟这个人见面的时候我是穿什么衣服 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不要穿同一套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极端 或者说对自己的人生的掌控程度 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种做法 我希望你们不要跟我一样 那过了那个阶段之后 其实当兵退伍之后 找工作 其实自己就会相对的就会比较成熟一点 然后也会知道说 其实不应该要花钱在这些东西上面 因为其实你是有几个身躯 然后需要一天到晚换衣服 其实不用 所以到后来的话 包括这两三年 我比较有名气之后 我在上节目什么 其实我都穿很单纯的就是衬衫 然后就是短头发戴眼镜 这种比较书生的形象 其实已经生殖人心 就是大家在新闻报道上面 或者是上节目的时候 看到都是这样子的宝可梦 所以我觉得 在我自己把我的 这个所谓的外形都定下来之后 其实我就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去买衣服 可能我需要的衬衫就是 这几套长的 可能六七套短的六七套 其实你一个礼拜就穿不完了 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再额外去做填购 所以用这种方式 其实我反而就是 在衣服上面的花费 其实就节省了不少 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 就是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历程 提供大家参考 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真的有必要花这么多钱 在买衣服上面 那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是不是会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让你省下更多金钱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第二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省思 第二个段落是教你省钱的方式 对 就是化整为零的消费数 我们简单的举例 比如说你一个月的制装费是3000元好了 那么3000元的预算其实说都不多 说少不少 所以当你要去买衣服的时候 你可能你需要买个两套三套 这样除下来你可能每一套的预算就只有一千块 或者是一个单品一个上亿的部分 那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挑到一个品质很好的产品 因为你要买到够多的数量 那你的每一个单价你就必须要往下就是除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会造成说 这边下面写的 你会趋就于金额然后去买便宜货 那这些便宜货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它有点像这个ZARA这种快时尚一样 就是不耐用 然后没多久就坏了 那你这个钱不就是丢到税里面去了吗 所以我那个朋友的话就是公司的同事 他就跟我讲说 也许你可以换一个方式来思考 比如说你一个月是三千块的预算 那你一年的话是不是十二乘以三千 就是三万六 你如果有一个三万六的预算 你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去买一套或两套品质比较好的衣服 那你就可以长长的去使用 那么你只要每年固定添购一套或者两套 那么你的整个就是你使用衣服的寿命是拉长很多 而且你的品质你穿起来是舒服的 而不会就是只是为了便宜 然后就买了一大堆不重用的一些衣服 然后到时候就囤在那边 那就变成你自己还要想办法花心思 但是用断舍离去把它去把它清理掉 然后钱就都浪费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考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 比如说像右边这边的制装预算三万六一年的话 那你一年就花一笔大的 然后买一个品质好用得久的 简单举例 像我这次为了我的新书嘛 我就花钱去买了这个我的我的这个西装 但是我的西装后来其实没有放在正面了 因为它太专业了 看起来就是不太亲密 所以但是这套西装我大概花了一万二一万三吧 那其实这个西装的话呢 其实我在将来其他的正式场合我都可以去穿 而不是去趋就于买一个便宜的西装 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就不太好 所以基本上呢 我个人还是觉得说 大家可以运用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 能够让你有机会去买到品质比较好的产品 那么你也不会去浪费地球资源 买了一大堆没有用的东西最后都丢掉 所以这个是化整为零的消费数 我觉得是一个很实用的概念 那也跟大家就是稍微这个旁征博引 应该是说依这个点 然后再推积到其他的地方去 其实我们生活上很多很多的部分也都是一样 就比如说我们只有小小的一笔钱 我们可能没办法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累积了一笔钱之后来做 那是不是你可以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简单举例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有蛮多的这种线上学习课程的费用的这个部分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我就是一次要花这个 比如说两三千块钱感觉有点贵 但事实上如果你平常有在买书的话 不是一次就是一本 就是两三百嘛 那也许你可以就是省下你半年的钱 那你有了一笔预算之后 然后你再来去买一个线上课程来充实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投资自己的方式 而且你可以在你不会额外开支的情况之下 持续的投资自己 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做法 所以不只是在衣服上面或者是学习上面 在你的人生的很多方面而言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用这种所谓的预算的方式 然后让你自己用年度预算来去规划 你要需要添购的产品商品之类的 你就可以省下比较多钱 而不是只是为了趋就那个钱 然后去买到一些劣质的产品 包括在投资上面也是 简单举例就是你每个月如果只投三千元在台股 那么你的绩效就会受到台股的影响 你可能会觉得0050或者是富邦采集50 觉得好像有点贵 然后你现在有点买不下去 但是呢你有没有可能 比如说你先存到了一笔资金 比如说你都先三千块都先放定存 就是那个比如说零存整付 那一年之后你有三万六 三万六这一笔钱呢 你再把它投资到美股里面去 去买一些国外的这个全市场指数型的标的 那么你是不是有可能会拿到更高的报酬 而不是就是钱就是只固定放在 比如说台股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或者是基金产品 你可以自己去挑选做比较 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在投资海外的部分 其实你应该是要累积到一定的资产 比如说50万或100万 然后再一次整批汇到国外里面去做投资交易 这基本上的话你才能够降低你的成本 所以我今天讲这个概念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化零为整 你就是直接用这种先存小钱 然后最后用一笔钱的预算的方式去做任何的规划 其实对你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帮助 那第三点的话呢 再来回应呼应一下我们之前的主题 就是断舍离的技巧 如果您还没有看过断舍离 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的话 也请您看一下下面的资讯栏 我有把相关的资讯放上去 然后你们就可以再去点击跟学习相关的技巧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节目 这是我跟我姐姐一起合录制的断舍离的技巧 那其实也是一样就是 如果我们平常很喜欢乱买衣服的话 其实我们的衣柜应该塞满了衣服 对不对 那这样子你每次要跳衣服的时候 你都会有选择困难症候群发生 这其实也是不是很好啦 所以我会建议你就是搭配断舍离的技巧 把你觉得你失心疯乱买的衣服 将来也不会再穿的全部都丢掉 那么让你的衣橱空出了一定的空间 让它可以呼吸之后呢 你再用你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年度规划的预算 去买一些比较好的衣服 不论是这种你 像我的话就是上节目会穿的衣服嘛 或者是平常在穿的 或者是你上班会穿到的一些套装啊 或者是西装之类的 也许这种方式的话 是可以让你买到品质好的东西 但是你又不会觉得你亏待了自己 因为你还是有花钱买衣服嘛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先断舍离 把你之前乱买的一些 你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衣服都先丢掉 然后呢 再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技巧 画铃为者的方式呢 去挑选出真正适合自己 而且品质好 可以用很久的这个衣服 基本上的话应该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 就是三个主要的这个讨论的方向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那我们每次的这个节目之后都会来 就是来一句宝可梦金句 就是再来跟大家来做一个重点的review 跟这个这个整个讨论一下这样子 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有点文言文 这个是庄子说的话 这就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你不要被这些外物给奴役了 你应该要有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来去做你自己的规划跟购买 这其实才是比较正确的 不然的话呢 你只会永远在追寻那些东西 而累的就是 在气喘吁吁这样子 就好像是最新的iPhone 可能每年秋天都要出来了 那你觉得 你真的有必要去换一只吗 还是说 你真的是靠这个东西来赚钱跟过火 那么 你可能换一只新的手机 它的拍照相处更好 对于你在网络上面可以引起更大的回响 你是网红之类的 那也许它就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生财工具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 你真的有必要年年花三四万 去换一只新的手机吗 你也可以想想 这三四万如果投资在市场上面 应用七二法则的奇葩来讲 它十年之后 它会变成六万到七万的回馈 到你身上 所以你不觉得你每年 投三万块到市场上面 你可以赚的其实是比较多的吗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告一段路 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思考一下 宝可梦想要带给你这个概念 对你来说 是不是有帮助 如果有帮助的话 非常欢迎你来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小铃铛看起来 最新的资讯送你家 好不好 也非常欢迎你公开的按赞留言分享 把这个很重要的资讯 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不要乱花钱买衣服了 把钱存下来 用在你生活上的各个方向 其实你都有可能 更容易达到财富自由 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